9月11日,华国锋向李先念交底,通过李做中间人,与叶剑英取得一致意见,实力派和元老派开始联合。 同时,华国锋积极串联中央警卫局和中央军委,得到汪东兴、陈锡联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吴德等人的支持,在力量对比上完全压倒了四人帮。 华国锋考虑过开会和平解决和武力解决两种方式。 9月21日,与叶剑英密谈后,初步确定以隔离审查的方式强硬解决。 9月26日晚,华国锋征求李先念吴德的意见后,一致认为无法掌控中央全会的会议结果,认为通过党内斗争的正常程序,无法顺利扳倒四人帮。 所以决定先斩后奏,先以武力解决,待生米煮成熟饭以后,再走政治局会议来追认政变的合法性。 1976年10月2日,四人帮一派的毛远新调派沈阳军区一个坦克师开往北京,同时要求上海民兵、北京大学民兵和清华大学民兵做好准备。